谢谢关注,美国政府二战之后加强了反对工人运动的立法,15年到46年美国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罢工高潮,仅46年美国工人就举行了4900次罢工,美国政府对罢工进行了镇压,但工人的罢工最终破除了美国政府和资本家,答应了增加工资的要求,为了限制工人罢工,美国政府延续了43年战时工资纠纷法, 16年国会通过了李亚法,霍波斯反敲诈法及凯斯法,17年通过了劳资关系法,过大限制工人运动的范围,1947年劳资关系法取消了美国历史上有利于工人和工会的法令,该法颁布后,美国资产机器广告欢迎,仅在17年美国就30多个州相继制定了反劳工法律,这些法律通常被称为小塔夫托哈特莱法,